狐狸大家都知道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动物 随着人们的口味越来越独特 有些虫主就喜欢上了养狐狸 狐狸外形跟狗狗差不多 毛发又比狗狗厚一些 这位女子去动物园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只特别聪明的狐狸 狐狸看到女子手里的食物后 便立马讨好女子 而且在女子面前跳了起来 就像是在给女子表演一样 跳起架后就把头伸到女子面前要吃的 女子看到后便把零食给她吃点 最后的狐狸又跳了起来 生活在野外的狐狸就没有那么待遇了 它们不想要时刻防备着墙底 还要出去找食物 只不迈出狡食的狐狸 看到前面有只野兔立马冲了过去 而兔子也不是吃素的 拔腿就跑 就这样展开了激烈的奔跑大赛 虽然兔子跑得快 奈何也架不住这几只狐狸的围攻 最好只能成为它们的美食了 不独有偶 这只狐狸在海边寻找食物 将海边停了一艘船 便跑到船上去找食物 只只却没有找到任何食物 只能到岸边继续寻找 此时的狐狸站在水边 看见河里有一条巨型鲜鱼 心想今天的晚餐就是你了 只见狐狸看到鲜鱼 一边连着绳子 立马咬着绳子往岸上拉 只是这只鲜鱼太大了 看上去起码有几十斤 狐狸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也没能拉上来 只能放弃 虽然心有不甘 价实无能为力 只能转身离开了 对此亲爱的朋友们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